因為十年前就二分之一的地方缺了 對 這樣子 這樣是過來的吧 民眾氣嘴巴舌圍繞在告示牌前 仔細一看 原來正面觀光告示牌 下方怎麼破個大洞 到底怎麼一回事 那好好的東西怎麼會 公家的東西怎麼會撞壞 某些時候不會把那個放下去 不可能 我看還是刻意的 因為人家市政府規劃這麼用心 難得 那這邊不要輕易破壞到公務 遭到破壞的觀光告示牌 就位在壽山路228公園對面 地面上留下殘破的壓克力 實際拿起來比對 壓克力相當厚重 除非有外力撞擊 否則很難破壞 應該是壓克力的 它一定是重擊 而且好幾次才有辦法把它敲壞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蓄意破壞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是蠻可怕的 那差不多兩個月前也有那個木栈道 不管是被撞壞的也好 或者是被蓄意破壞的話 我們是希望市政府能夠在這邊 裝設監視器 來到中正公園228廣場前 不只觀光告示牌破損 一旁的木栈道 上一月也遭到車輛開上去壓壞 事後市政府公園管理科 調閱監視器 才發現周邊沒有監視器 找不到兇手 那邊有一排大概有一半 全部都斷一半 一定要用東西 不知道是怎麼樣 中午 對 把它敲斷還是怎麼樣 假日都有在那邊 回去的時候就從這邊撿過去 快掉了 有關228議政公園那邊的指示牌 那就是今天早上接獲民眾 跟議員這邊的通報 那我們馬上去現場去確認 那看起來像是人為的損壞 那這部分我們已經有跟警察局 確認說那個地方 到底需要設置監視器的這部分 上個月有發現說 228公園那邊的木栈道 也有被疑似車子壓壞 那這部分我們也有廠商 那時候也設臨時的處置 那已於這個禮拜修復完成了 用來指引光光動線的告示牌遭到破壞 由於是制定規格 價格不便宜 加上沒有監視器 市政府求償無門 市議員呂美玲建議警察局 儘快加裝監視器 別讓228公園在夜間 成了治安死角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